永遠在劇中看到兩個男主角一起的畫面 總是覺得好鬼死靈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播劇的時間 今次要說的是一套Netflix英劇作品 Dead Boys Detectives 第一季 一季有8集,每集片長大約1小時左右 觀眾推我去看這部劇 我是有少少抗拒的 又是青春向靈異鬼怪類的作品 然後有人跟我說 其實這套是Sandman的衍生劇 你早說的,我馬上就看了 這套劇的製作背景 如何成為Sandman的衍生劇 其實都是一個迂迴曲折的故事 我稍後再說 先說一說我對這套劇的整體觀感 IMDB整體評分暫時是7.6分 我自己大概都比7.5分 他很多畫面上 甚至乎是單元劇情內容 都是一個中常的水平 只不過是他主線的故事 較為簡單直白 主角群的演員 都是一些新進的年輕演員 你表現上中規中矩,但未算是很突破 劇情上也未說有一些很細膩的細節 令到他要給到很高分的神劇資助 如果你說以Sandman衍生劇 來評價這套劇的話 這套劇裡特地都會找回Sandman 做Death、做Despair的演員 去參與這套劇 各下串上的安排都順暢 未有那種好像硬來擺進去的感覺 其實Death Boys Detectives 不用說一定要想念Sandman衍生劇這套劇 都自己是一套獨當一面的有趣之作 故事說兩隻鬼開了一間叫做死亡男孩偵探社 處理一些涉及超自然力量的案件 一個是智力取勝 另一個是武力取勝 一個人互補難離難捨 劇情的設定上 其實都是每集查一宗案件 再在案件裡 找其他角色加入偵探社裡 包括與惡魔混合上的Psychic Crystal 中了超自然寄生蟲的劉河生Niko 面子很焦大 其實有面子很甜蜜的包祖婆Janny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主線角色 比如Cat King 女巫 夜間護士 經營一個古老魔法點的海象 突然間彈出來的遊差叔叔 另外一個難離難捨的Woo 這些就好像典型青春劇 這個男人喜歡另一個男 另一個男人又不喜歡這個男 然後這個女人又喜歡另一個女 然後另一個女人就會無緣無故死 總是會有一些互相愛慕 但我們又不能相愛 在這裏看就拍得OK 不算難看 可能是因為劇情都是集中查案為主 當中的愛情其實不會影響工作 這是我非常尊敬的工作態度 特別是說兩位男主角第一次見面 即是由憑死的Charles 見到Edwin的鬼魂 兩個人互相陪伴 去到Charles離世 再決定 不如我留在人間 我們一起過生活 和Night Nurse 一同見證著這個回憶 是有點感動的 永遠在劇中看到兩個男主角一起的畫面 總是覺得好鬼死靚 以角色的魅力來說 我自己就喜歡Niko那種 很天真 但又一點都不做作 再加上Edwin這個激情滿滿的長情男 他們兩個人純粹是好聊的朋友 反而這兩個人一起 是我最喜歡的組合 而每集說的單元故事 我自己大推的是第三集 The Case of the Devlin House 是說一宗倫常命惡 產生出來的地綁靈事件 另外還有第四集 The Case of the Night House Sleeper 是說一堆人 不知為何會去燈塔跳下來的靈異事件 說回這套劇的製作背景 一開始就說是一個迂迴曲折的故事 究竟有多迂迴曲折呢? 其實The Dead Boys Detectives 是DC漫畫 故事的設定本身 其實是預算和生命 發生在同一個宇宙裏面 但當時電視劇的版權 被HBO Max買了 因為版權關係 即是我不可以 HBO Max的東西 用Netflix、生命的元素 擺進去 所以HBO Max就決定 不如我把這套《Dead Boys Detectives》 我當成是 《DC Universe》 《Doom Patrol》的衍生劇 如果有看《Doom Patrol》 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是有《Dead Boys Detectives》的角色 只不過是由其他演員去飾演 也有傳言 其實當時 因為James Gunn 在開發一個新的《DC宇宙》 不想電視作品 再在《DC Universe》發生 所以這套《Dead Boys Detectives》 又轉到Netflix的旗下 這次真是名正言順 成為了Sam Man的衍生劇 總括而言 其實是一個 Happy Ending 我本人也很期待 這套劇的第二季 也更加期待 Sam Man的第二季 看到這裡 大家都是真朋友 想看更多劇 就可以Review 可以Subscribe 隨機晚上9點突發直播 可以一起加入 有什麼留言 可以在下面留下 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Bye By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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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